特斯拉刚推出的时候,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,特斯拉自然不会错过 现在即使在三四线城市也能看到,牵挂着当地车牌的特斯拉轿车 特斯拉作为新能源轿车的领跑者,从来不缺乏市场竞争者 在中国就有好多新能源车企,将标杆或者竞争对手定为特斯拉 蔚来便是其中之一,蔚来的投资者都是大有来路的国内资本圈大佬 有钱好办事,集中力量办大事,这些大佬凑在一起弄个新能源汽车公司 时间不长市场上就有了蔚来的EP9,吸粉不少口碑还不错 自然而然市场比较期待蔚来能继续推出它的第二款车 时日不多,蔚来就趁势推出了第二辆新能源SUV 超选的外形超前卫的设计,超大的空间,在车展上一时风投无二 大家都很好奇,这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研发实力真的就这么强吗?短短三年间相继推出了两款车 毕竟汽车不是个小东西,它关系着驾乘者的安全,承载着驾乘人员的其他期望 甚至有些持怀疑观点的人认为,蔚来压根不存在自己的技术 无非就是找了一家生产电瓶的,再找了一家生产汽车壳的 最后进行一下组装,国家再给一些补贴,完美了那就上市吧 当然不希望对蔚来的怀疑是事实,但是对于汽车的电池续航能力 电池的使用寿命问题,目前并没有看到蔚来官方有什么信息透露 毕竟这两个问题也是特斯拉一直不断在研究的 这也更关系到蔚来的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